如果我沒有轉動我的頭 最後一刻 殺人的刀 會有完美的標準 我不會在這裡 我們不會在一起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 在最後一天的 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中 宣布正式接受 共和黨的提名 再度參選總統 今次亦是他在上星期六 如此後首次公開演說 他提到事發的經過 當時他轉頭看背後的圖表 突然有東西擊中他的耳朵 特朗普又形容 重提預設的經歷太痛苦 之後都不想再提第二次 至於台上展示一套消防員的制服 是當日寫身保護妻女的前消防隊長 他身前所穿的制服 特朗普上前親吻消防母致意 並要求全場一起為他密哀 特朗普又表明假如自己當選之後 在上任的第一日以開徵關稅等等的手段 應對中國電動車對美國汽車業的威脅 包括向每輛車徵收100%至200%的關稅 讓他們無法在美國出售